嗨 最近我去健身房健身的打算 但是我向周围的朋友了解一下健身的情况 嗯 欢迎去健身房的人里面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 健身打人 首先当然是拍照片啦 而且他们主要是拍一些非常关键的部位 说一些非常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诶 今天主要练了三角肌 大人肌 牛打肌 虽然还不明显 但是已经有线条改 第二种 尴尬新手 呃 简单来说就像我第一次去健身房那样 非常的懵逼啊 非常的尴尬 呃 因为什么机械也不会啊 第三种 年轻女性 女生去健身房的关键点 可能会跟平常人不太一样 她的衣服好像比我都好看 嗯 第四种 好强都很实 在健身房里面很容易跟别人产生竞争的心态 这就不行了 老天 有点垃圾啊 大哥 你一直按别人的跑步机加快别人的速度 谁说得了 不能按别人的吗 你也没说啊 乖 你乖 你乖 大哥 第五种 走过场型 其实吧 有很多人的体能 根本就还没有到需要去健身房健身的地步 但是他们也要走这个形式 好像只有去健身房才算健身一样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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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说能量吧 下期期再见吧 拜拜